本集節目是由以下相互贊助播出 好 歡迎大家來到《住家財經》 今天就要談一下春夢了 話說這次真的無恨 陳茂波說要激活香港夜市 引來何樹哥說簡直是發春夢 但見到政府人員或者各黨各派出謀獻計 又說帶老人家、小孩子、夜媽媽出去逛街 又說要有什麼規範 又說要引入新巴加年華 說到慶慶惶惶 最近就直接有消息說 不是啦 中秋就來了 不如叫商場一起開夜一點 但現在商場七、八點已經沒有人走 現在搞的夜市 是不是說你搞就行呢 今天就讓阿周跟我們說一下 各位觀眾 這畫面假設是沒有問題的 先來第一幅圖 第一幅圖是很澎湃的 你會看到在我的Facebook都有上載 基本上無論那個圖怎麼縮都遮不住了 都遮不住了 一定遮到一些字的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 就好像剛才阿Sam說的 當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來說 要搞旺和搞活這個夜市之後 各黨各派都出謀獻賊了 當然在我的Facebook也有說 香港的智障特別多 尊財奇才也非常頂承 盛產奇才 盛產智障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不同黨派出來獻的計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們不斷地 其實說不完 不斷地說幾個 說完之後你會發現 咦 死得我又交漏了稅 交漏了智商稅 那你要看到第一個 就是說 譬如張宇人 飲食界的 那你也覺得 究竟是不是真的做了飲食界之後 做到爐火純青呢 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十一二 他說什麼呢 槍野經濟就是 是怎樣可以搞到張宇人 這些白夜公 例如他自己說他是白夜公 十一二點都還跟孫女 去蘭桂坊劈走呢 當然了 張宇人有沒有跟孫女 差不多年紀的女士去劈走呢 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們不會知道的 但是重點就是 你搞夜市 搞夜市你會想起十一二點 去蘭桂坊劈走 這些叫夜市的 第一個出色 第二個出色你也可以看到 林健鋒 林健鋒的家裏就是 做這個 變形金剛 代理變形金剛 玩具起家的 林亮 他爸爸 你也看到 他說 撤夜市要快 那快成怎樣呢 直接是空置的校舍 可以做夜市 為什麼不行呢 那當然了 就是空置校舍做夜市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究竟你是空置校舍的操場做夜市 還是那棟的學校做夜市 就是一二三樓就是賣這個文具 賣內衣 賣這個醫理孩物 接著四五六樓就賣這個魚蛋 賣臭豆腐等等 是不是這樣的說法呢 也都不得而知了 但是重點就是 原來看回資料 林健鋒2月的時候 也都建議政府 將這個荒廢的校舍 拿來做簡約公屋的 那就是說 因時制宜 你會看到 當時那個政府 需要些什麼的時候 空置校舍呢 當時的政府要些什麼 空置校舍呢 那的而且一個空置校舍 香港接近二百棟 就是香港 因為這個越來越少人 讀書的關係 空置校舍也都越來越多 那有超過一半 是屬於政府那個的用途 規劃用途 所以呢 有機會隨時可以改 但是都不是這樣改 如果你說 大埔某些學校 拿來做夜市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去呢 交通方面有沒有想過呢 那好了 跟著自由黨 大家又會奇怪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咦 還有自由黨的嗎 自由黨的黨夫 現在是誰呢 那你會看到 這個自由黨的議員 引入森巴加連華 但是夜市和森巴加連華 也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森巴其實不是夜市的 那也都說了 增設這個兒童設施 父老攜幼 去加入夜生活 其實呢 不好意思啊 大家聽完之後 其實全部都是有根有據 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老作 那你也都想著 喂大哥 夜市搞什麼 兒童設施 那究竟是不是一邊唐詩三百首 另一邊就是淫詩作對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那夜市和小朋友 和小朋友 和小朋友 或者兒童設施 究竟搞什麼呢 是波波池 波波地 還是大人有波波地 小孩也有波波地 好了 也看回很多其他的 其他也會搞什麼公展會化等等 其實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 喂 為什麼每個人都出謀獻賊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有用的計謀呢 還是真的好像星島新聞集團 前主席何柱國這樣說 哇春夢呢 好了我們看完一幅圖 究竟這個春夢什麼時候要開始呢 春夢就說 根據信報余錦然 這樣也都說了 中秋起谷夜市 商界就量巧廢私糧 他就直接說 時間就不要管了 定了出來 就避免7月 避免余蘭的大會 避免大家覺得在荒廢的夜效裡面 就是搞夜市 搞搞其他大頭罰出來 中秋起動 究竟中秋起動這樣行不行呢 這個已經告訴大家 似乎是事在必行的了 已經去馬了 也不是大家開頭這樣說 猜猜一下 好了 那麼究竟中秋搞夜之事 這樣行不行呢 我們看完下一頁了 我們一直看下去 你也都會看到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話 香港搞夜市 香港不是沒有夜市的 香港一向都有夜市 有女人街 也都有廟街 也都有很多不同形形式式的市集 本身曾經有蘭桂坊 甚至乎這個海洋公園 也曾經有一個集穆村的市集 有很多不同的市集 有夜市集 有日間的市集 也都有的 手作的市集也都有 你去南風沙廠等等地方 你會發覺有很多不同的市集 也有很多本地的創作 好了 但是看一件事情 人家隔壁是怎樣做呢 香港又怎樣做呢 我們會繼續說 你會看到這個 豪大大雞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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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台灣 這個也是士林夜市來的 你再看一幅圖 看一幅圖 就是士林夜市的門牌 也都告訴大家 當然台灣是不是只有士林夜市 不是 反過來講 我自己認為 那個台灣夜市 反而我自己喜歡 曉河街的夜市 士林都有 士林去玩 有多一個攤位 射一下槍仔 玩一下夾一下公仔 都有很多的 但是去夜市 基本上是去台北 或者去台灣 一個必定逛的一個節目 為什麼呢 基本上你會看到 飲飲食食 去那裏醫肚 去那裏玩 去那裏買了 去那裏買了手信 買了東西 買了衣服 衣服 全部都有 就算不買多 只看都開心 好了 我們看看下一頁 其實台灣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它在夜市上面 就一向很大力去發展 包括什麼呢 這個你會看到 根據台灣那個年號 你加回11年就可以了 就是1911年這樣去計 11年就可以了 那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是2020年3月13日核定的 就是傳統市場與夜市創新 反轉提升計劃 那這個68頁子的這個計劃 那當時呢 其實台灣呢 已經在2020年的時候呢 其實它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計劃的 那也都一直說 就是2020年說 就是2021年 到2020年 這五年間呢 其實就在說用這個 差不多 就是三千幾萬 三千九百萬 去提升這個台灣全個地區 差點說錯了 台灣全個地區呢 就成五百幾個 五百七十七個公有市場 和攤販集中區呢 就建立一個新的形象 那全台灣呢 大家猜不到 有成五百七十七個的這些市集 或者市場 那這個計劃呢 那怎麼樣呢 好彩 明報呢 就是幫我們做了一個 的 審議 那也就是 明謝明報 那我們看看呢 究竟這六十八頁子裡面呢 有什麼特別的 Point 特別的重點 你會看到一件事呢 那它也都說了 為全台灣 五百七十七個公有市場 和攤販集中建立新營長 強化十個清創的市場 和三百個特色的攤販 攤販 提升市集的營運效率 和這個的經營特色 那也都說了 75個傳統市集呢 制定藍圖 透過媒體宣傳 就是幫你做了 那它也都說呢 估計做完這一系列的動作之後呢 營業額最少是會提升7.5% 那個入場人數也都提升7.5% 好了 那大家又會問一件事情 究竟這7.5%代表多少 那它也都說了 總經費多少錢呢 一億六千萬新台幣 也就是大概三千九百萬港元 那三千九百萬港元的翻新計劃 去令到它有7.5%的人流和營業額呢 值不值呢 那大家看了一件事情 就說 告訴大家 台灣呢 市集 包了所有東西 如果你只是說那個 全台灣列管的市集 夜市 只是夜市 164個 到2017年9月到2018年的8月這一年間呢 它那個涉及的金額呢 總金額呢 其實有608億港元的港元 如果大家要計一條數 計7%的話 3900萬提升到7%的話 卓卓有餘 也就是超低 有那個成本效益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台灣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也一直在推廣著 也同時告訴大家 就是剛才說了 2018年8月底呢 164個這個夜市 加起來呢 有攤販多少個呢 你也猜不到 3萬7千個攤販 有大有小的 全台灣 那呢 只是小食食品 或者飲料的呢 有16萬4千個 佔53.4% 就是告訴大家 做這些市集呢 超過一半 是在講這個飲食的 如果香港不改那個小販條例 或者飲食條例的話 基本上呢 你做夜市 那怎麼辦呢 直接走啊 沒有東西吃啊 那其實所以呢 一定要有一個配套配合的 好了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呢 下一幅圖呢 你也都看到 這是什麼東西呢 新加坡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看看 另外 最後的後補那幅圖 你也會看到 其實新加坡呢 都有很多夜市的 很多觀眾朋友 經常都說 喂 夜市 夜市當然是去台灣 當然是去泰國 但其實不是的 不止的 你會看到呢 原來新加坡都有很多夜市 為什麼我特別要拿新加坡 來跟大家講呢 新加坡曾經 都是這個英屬的殖民地 英國的殖民地 那為什麼要拿回英國殖民地來講呢 為什麼跟這個小販條例 熟食條例有關呢 原來英國的當局 當時的英國 就很討厭這個流動小販 也都很討厭這個小販 或者叫明火煮食 或者加熱食品呢 是在露天的地方做的 第一 他認為有衛生的問題 第二 他認為有這個安全的危險 突然之間你煤氣炉爆炸 就全世界一起一鍋熟 突然之間你炸豆腐 臭豆腐的滾油一淋 就全部一起淋鎖 所以 當時英國的政府 就要求你入屋 所以你看到香港有小販的 不是沒有小販 旺角有小販 通財街有小販 西灣河 泰安流有小販 但是全部都入屋的 你看到呢 就算泰安流的 其實煮食也好 全部有瓦遮頭的 進了屋 就是租過舖位的 它一定要這樣做 才能滿足到那個條例的 好了 為什麼要用新加坡來講 新加坡和香港一樣 都是沒有街邊的小販的 沒有那些街邊煮雞蛋仔 煮食 館仔廁都沒有 但是新加坡另一個做法 就是它同一時間都是入屋 做了這個處理的 那它所謂的入屋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下一頁就是浪費文字 大家聽我說就可以了 OK 那它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告訴大家 其實在新加坡也有做過這些 夜市或者是熟食小販 熟食攤檔的管理 包括老巴薩 所謂老巴薩 就是大家有看到的 就是那些夜市 也說了1825年 本身是在一些古董的建築物裏做的 也都是一路運作的菜市場 但是它獨立了 新加坡獨立了之後 它就將這個1972年 將這個老巴薩 轉型為小販中心 它裡面呢 其實甚至乎第一 它是一個政府指定的估值 第二就是老巴薩那個市場 第二就是它是一個小販中心 那小販中心又怎樣呢 就是這些夜市 就是不要每次都好像一些議員那樣說 就是那些條例令它做不到 不是 人家新加坡都有這個小販的條例 但是新加坡做到 那你會看到1989年 新加坡旅遊促進局 就是現在叫做新加坡旅遊局 也都給680萬 大概就是 新加坡波園680萬 就是幾千萬 就是建築物改裝 也都將它變成老市場 也都找美食廣場的經營業 那些人員 它專門去管理這個老巴薩 就是告訴大家 是有系統去管理這些夜市 熟食中心 小販的中心 接著去做管理 接著24小時營業 1996年24小時營業 就是告訴大家 你什麼時候去到吃東西都會吃的 就是這一種呢 才告訴大家 不是說你在香港一條條例限了之後 你就沒有人管理 香港是沒有人管理 而不是沒有網管 是沒有人懂得這樣去管理 好了 那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是什麼呢 當然也找回一些資料給大家 其實這個資料 2016年2017年 那個立法會的年度 它是聯區小販發展平台 要求區區有熟食區的意見書 這個意見書其實當年 就是你會經過了2014年的社會運動 2016年的那個 就是索洞等等 那接著2016、2017年才出的 它就告訴大家 喂 你就是要特別去關注著熟食小販 或者關注著這些這樣的市場 好了 我們看下一頁呢 它就會有幾點 5點呢 確保那個熟食市場 那些的運作 它還給了建議政府的 包括什麼呢 就說全面檢討現行那個熟食小販 夜市的政策 2016年2017年 就是告訴大家 這六年裡面 好像政府 發了夢一樣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就是人家是建議你 喂 大哥 你不如檢討一下熟食小販 夜市的政策 進行全香港的諮詢 和可行性的研究 沒有做過 好了 接著就說 考慮在農曆新年以外的地方 都納入計劃 就是不要每次都是大興村的夜市 或者是桂林的夜市 桂林街的夜市等等等等 而是真真正正的 不要只是農曆年初1、2、3 那些時候才出來 好坦白說 我剛剛看回一些資料 當時 忘記了2017年 2017年 也有趁著農曆新年的時候 去旺角 掃街整條街都是 人家整整有條 也不會同一時間 幾檔人在附近 就是相似的檔口 在爭生意的 有炸魚蛋仔 雞蛋仔 你想到的那些 古老的那些 熟食小販那些 都在那裡 另外也說 應該開放麥花審 球場外 也都要在全香港 開拓新街道 或者公共空間 作為熟食小販虛市 包括18區 建立熟食夜市 有建議過的 有給過建議政府 有沒有想過呢 有沒有做過呢 有沒有做過全港的可行性諮詢 客有移民 OK 第四點 就是重新檢討現行的熟食小販 夜市政策的同時 撤除明火煮食的限制 這件事情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要明火煮食全部要入屋 但是這個值得商確 究竟是不是要撤消明火煮食的限制呢 最後也說 確保夜市可以照顧各階層圍本 不應該撤高門檻 這個是當時2017、2016年 已經給了建議政府 當然大家有沒有聽到 聽不聽到 聽不聽得入議 是一個疑問 好了 我們看看下一頁 下一頁 你也看回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香港曾經 這個是實景圖 香港曾經是有夜市的 那個夜市叫廟街 廟街 你看到 由佐敦 由尼馬地那邊入 佐敦那邊出 其實你會看到 中間一段是吃煲仔飯 吃海鮮 即叫即煮 有牛雜 很多的熟食攤檔有在 也有一些熟食中心 直接進去熟食中心也有 也有很多的門市 你要吃羊腩煲 那些什麼煲都有在 至於前段後段 也有不同的逛街、掃街 包括你說你要看塔羅牌有 你要聽梅艷芳唱歌有 或者扮梅艷芳唱歌有 所有都有的 曾經 但是你要問一句 誰搬走了 誰偷走了香港的夜市 如果大家聽完這裏之後 或者我們可以找到阿Sam出來 都談兩句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剛才2016、2017年 不是沒有建議過 你建議那幾樣東西 我們看回整條短片 今集整條短片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不要賴這個名火煮食的條例 新加坡可以 新加坡做到 新加坡是有一個規劃 是專門管這個24小時的夜市 是做飲食的、做熟食的 第二就是說 2016、2017年 是有給過建議政府 找到一些公開文件給過建議政府 你真是搞搞了全港可行性的諮詢 搞搞那個夜市 也都撤銷一下那些名火煮食的條例 六年來發生了什麼事 突然之間告訴你 深圳搞這個滋駁 這個山東滋駁 這個燒烤搞得很出色 香港都要搞 中秋之後搞 這個一個月 是不是可以做到 你剛才那五點建議呢? 你找地方做諮詢等等 其實就算你做到也好 你都會犧牲很多這個諮詢上的事情 或者變成了行政主導 所以呢 就是沒有辦法 香港究竟這六年來 就是2017 我們當2017年到2013年 這六年來 誰偷走了香港的夜市 就是這件事情 我也都在其他不同的地方講過 就是說你疫症有啦 你社會運動有啦 接著你也都那個經濟問題有啦 香港港元很厲害 然後大家都去外面消費 就不留在香港消費 全部都是影響夜市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 政府可能真的遺忘了 遺忘了夜經濟那樣東西 帶來的重要性 沒有搞過的 OK 所以你看到阿Sam 之前也有跟我說 或者在VIP的時候也有說 Netflix的電影 或者叫紀錄片 就是這個五夜亞洲 五夜亞洲 是沒有香港份的 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你看到了 找出來給大家了 五夜亞洲 印尼有 新加坡有 新加坡沒有 泰國有 台灣有 韓國也有 日本也有 唯獨是沒有香港 真的 香港本身是東方之珠 大樓 大樓 夜市建家 以前哪個屋邮下沒有的夜市 大大地 女人街 美戶街 現在你最慘的是 搞夜市是連女人街當主 都說你浪費了 要你搞的 你又不搞 你掃了 想掃了我 差點你想收回我們 又要建房 現在你突然說 經濟不好了 你說搞 最大的問題是 你要搞夜市沒有問題 你就是搞 你搞夜市要有人流 你現在是那些人流 肯不肯來 你那些人流 也肯不肯來 爺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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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有畫面看 我覺得 Netflix 立刻為你 正在香港開一集 正在香港開一集 最慘的是 Netflix 剛才五夜亞洲 是其中一個 譬如 香港本來掃街文化很厲害 是很好的 真的很討厭 但是自從 就是趕了 要規範 要發牌 要入店 譬如 Netflix 搞世界小食 又是 有九集是亞洲的 就是台灣嘉宜 日本大阪 泰國曼谷 等等 就唯獨 新加坡也有 就是沒有了香港 真的這樣 你沒有辦法 你想想 如果我覺得作為一些 紀錄片製作人 他要做這一類的節目 他一定會找的 他就找到 香港有什麼 咦? 沒有啊 全部都是賭武商場 夜市 兩街 喂 死氣沉沉 廟街 喂 尚門延芳的阿姐都退休了 只剩下一些 Fortune Teller 只剩下一些 看相佬 沒有了 還有些什麼 那些賽事 真的沒有了 完全沒有的時候 根本人家就不會來 OK 當你後知後覺了 你現在說搞了 你剛才第一張圖 你看到那群 那群 那群真是中原第一智障 你給那些計劃 全部都是 智力 真是無上限 我告訴你 你那些什麼 引入森巴加年 你怎麼樣 每晚都來了 對不對 你搞一次半次 那你大年初一 都有花車巡遊 你本身都有森巴隊 你這些 你不現實 你說阿爺阿孫 喂大哥 香港地讀書的小孩子 做功課做了11、12點 你還叫他出去逛街 你阿爺 你等一下又兩元出去 搭巴士又塞死了 那些交通 那你就 平時晚一點 本來可以鬆一點的 車樓 你就又迫回 還有 阿叔通常都早睡的 你怎麼搞事 你不如搞早事 如果你真的出謀獻計 天光虛 對 以前天光虛也很有特色 你想一下 大家一早 天光虛就出去 有什麼賣 反而真的沒有那麼多虧限 沒有那麼多所謂發展 正所謂摘去鮮花 然後種出大廈 結果你種了大廈出來 現在的大廈 雙下就十七九空 你想一下 你現在樓又賣不出 你經濟開始走 你想一下 作為香港的市民 他 他有什麼誘因出去花錢 你現在減少消費 都是離不開那些統計幾樣東西 要不就是因為疫情慣了 你困了我三年 我都沒有事情搞了 那我回家 原來我家裡還有更多事情 要不就是移民 要不就是要儲錢 要不就算我在香港賺錢 我都怕香港經濟不行 你看看市場 星期一又倒下 倒下又倒下幾百 倒下又倒下 你身家又縮水 還出去花錢 你是沒有辦法 令到香港人去捕這個夜市的情況下 夜市熱鬧不了 你就更黃論吸引遊客 那你搞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沒有了 我覺得等於好像 上次啟德郵輪和的士佬說的那句話 你接受現實 是 不過我自己覺得 衛免有些觀眾 又說我們兩個離開了香港 就在這裡賭米 是長衰 是長衰 但是這個是很善意的建議 你看看很多的文件 其實立法會 你打立法會再加夜市 你其實看到很多文件 有研究過 只要你找一些實實在在的文件 出來看看究竟香港怎麼做 不要這麼急 但是要堅定地推行 就是不用一定說這麼急這麼快的 等市民定一些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 反而還有機會 但是你現在這麼急 去做 就是把藥石亂頭 在夜市裡搞兒童區 那些其實整件事很誇張 所以告訴大家 不是我們這個錄片 不是說只是長衰 給你一些建議 起碼真的看回以前的文件 也不要一尾盲頭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不要成事化 不要打算搞得很大 其實亞洲很多的夜市 不是一來就當成事這樣做的 相反地 是很多小市民自己聚在一起 覺得有這樣的生意空間 和政府拿了一塊地 他自己慢慢做 心間細在 可能做了兩三年 發現原來 裡面的特色是 外面商場沒有大街大河 沒有日子 然後政府是看中你的商機 才再放寬多些 甚至乎一批大些地 讓你慢慢搞上去 是要逐步來的 你突然間 你找地方都難了 說真的 如果我們真的是臨尾 出謀獻冊 一人說兩個 我第一個就說 定時 找黃梓華出來 做棟篤笑 一定吸引到人口的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黃梓華 拿出來就去說 第二 MC 張天赴 MC 張天赴 也是定時定後出來 做Live清場 只是這兩個點 肯定有很多人口的 當然 你還未加上其他的DJ 打碟 潑水節等等 每晚都有不同的活動 我肯定他人流實多 要想想計劃一下 你有什麼建議 叫食環署 告訴你 出個Schedule出來 那天我們食環不開工 或者不抄牌 警察不抄牌 是啊 警察不抄牌 食環不開工 你真的找一條街 告訴你 這條街 我不行的了 你們搞 我告訴你 等於好像 往年幾年前的 初一到初三年 三十晚 你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香港沒有木頭車 突然間 那些木頭車 拆出來 在賣魚蛋 賣這個 賣油 什麼都有 但當然 我扔這條街 政府就會說 不行 你有火 衛生 但我覺得 夜市本身就是 以前前朝世紀 香港曾經封盛的事情 當年也沒有這些規範 但是一樣 我認識很多小販 是醫生律師這樣讓大 你刺激到經濟 刺激到你才能再慢慢規範 你現在刺激不到的 那些場響 你都沒什麼搞的 所以 不知道觀眾看看有什麼計劃 觀眾有計劃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你看看夜市 波叔在中秋之前 可以搞的 因為時間其實不多 差一個月左右 你只要找地獄 王子華 王子華 古天樂 再加上 叫張天賦出來唱 小心地滑 大家小心 地上有點陷 小心地滑 可能比較好 好 今天謝謝Jo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